凭着不间断的体能训练、技巧练习跟团队合作 东光国中女子橄榄球队参加第七七届全国橄榄球锦标赛打败强敌 以四战全胜的佳鸡赢得国中女子组的冠军 创下208的纪录 东光国中家长会长林杰汉特别致赠奖金 慰绕选手跟教练们的辛苦 东光 加油 楼杆楼杆楼杆 赢的关键我们靠头脑努力 还有体力跟技术 然后团队默契 还有平常的练习 累积的基础 我们要练大 因为要拼连霸 很兴奋 能继续连霸冠军 有很开心 就是比赛的过程中 就是比得都很好 然后就是表现都不错 然后努力才有收获 才会有好的成绩 球队我们凝聚力很够 相信力很够 大家不会艰辛 韩训一直都以来 我们都一直一直在一起 一直很密集的训练 当然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也是有一些小插曲 有些可能家里有些状况 但是我们都一一克服 也是把冠军拿到手 教练表示 带式橄榄球比赛 注重团队合作 速度跟敏捷性 球员必须要精准传球 以及快速夺取对方的带子 这次全靠全队的努力 拿到冠军是实至名归 期许这些学生 在未来的人生里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都能以橄榄球的精神 勇敢前行 努力达正 东方女子橄榄球队 赞 橄榄球这个运动本来就是没有受到气候的影响 那他们又是女生 所以其实在现在的家长的观念里面 他们觉得你女生打橄榄球好不好 但其实在这一段过程中 只是我们可以让小孩子学习着自律 跟达到他们的精神跟态度 打球只是让小孩子学习着做人的道理 那这种天气里面 他们愿意这样在这个草皮地上打转 那也代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遇到一些波折 他们也会勇敢地站起来 像橄榄球的精神一样往前跑 就是会达到他们人生最棒的回忆 也是他们未来遇到社会上的历练的时候 他们也要懂得橄榄球的精神 不断地往前爬起来 往前跑 对 勇敢地去打阵 东方国中女子橄榄球队 成立于民国八十年 成军多年是比赛的常胜军 目前球队是由学校体育组长林培贤 教练郭昭正以及张正琪所带领 这次冠军是全队共同的胜利 不仅是平时练习的丰硕成果 也为学校赢得荣誉 写下校史美好一页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休息简直至冠军 小僕 二日本克商 谢谢观看